还记得赵磊的那首古楼吗 这里是冀州古楼 这不是北京 不是杭州 也不是西安 这是个古代的边塞城市 是杜甫口中的豪辖之地 是李靖将军武剑的地方 是联合国命名的千年古县 这里是天津冀州 冀州古渔阳地也 这是清代冀州志中的一句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过 渔阳疲骨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一曲 这是嫦恨歌中的一句 在杨贵妃的那个年代 冀州还叫鱼阳 古人以山之南为阳 山之北为阴 冀州有一座山 为之鱼山 因为城区在山之南 所以叫鱼阳 当明太祖朱愿章 打完天下的第四年 冀州这座土城也包上了青砖 在城中心建了这座古楼 在和平年代 它是指挥全城百姓 生息劳作的时钟 若福斗饼出横 鸟漆方定 天一晚也 生中古鱼楼 极其机名星散 月落双飞 天欲鼠也 生中古鱼楼 意思就是说 当星星出现 鸟儿飞回巢穴 天色已晚的时候 楼上就敲响木骨 关闭城门店铺 当早上公鸡爆小 星光退去 天快亮的时候 楼上就敲响晨钟 开始新的一天 晨敲钟 木鸡骨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多平静的古城 可故事怎么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冀州在古代大多时候 都是作为边塞城市而存在的 你能想象的兵荒和战乱 在这里都发生过 抬头 这块匾额 就是证明 鸡东锁月 这是清代康熙年间留下来的 冀州就像锁和钥匙 紧紧锁住北京的最后一道关口 攻下这个地方 就可以长驱直入北京城 它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 它是京市的东大门 所以古楼的另一个作用 就是负责战时和平时的情报侦查 和通信联络 是一周之耳目 在那个不和亲不赔款 不割地不纳贡的大明王朝 明城祖朱棣的五次北征 四次都与冀州有关 万里长城从冀州穿行而过 当风火燃起 杜甫便写了那句 渔阳豪峡地 鸡鼓吹声鱼 原来冀州豪杰 自古就有传承 也难怪我们冀州人都是汉子 独特的地理位置 深远的历史 让我们形成了 有别于高原的粗放 有别于江南的婉约 而多了一份重情义 故家乡的豪爽和仗义 也难怪诗乃安写水浒的时候 有十几处提到了冀州 并观索 大闹翠平山 宋公明 兵打冀州城 这里的人和事 山和城 风物与人情 都成了水浒中的江湖 冀州古楼是天津市 仅存的古城楼 城台上的楼阁是清代重修 但他城台的青砖和地基 却是明代就有了的 历经了六次重建 见证了冀州六百年的沧海桑田 同样见证冀州的 还有这十字街上的庙堂 这是冀州先民最朴实的信仰 有文庙拜孔子求得金榜提名 有武庙拜关公求得城池安定 有鲁班庙求得功成顺利 有天仙宫求得子孙延绵 也有文明中外的独乐寺 就藏在这小小的冀州城 古楼也是整个城池的中心 相当于坐标轴上的那个远点 远点向南是广阔的华北平原 远点向北是壮丽的燕山山脉 总要来一次冀州吧 在唐代的长恨歌中相遇 在北宋的好汉中相逢 在大明边赛的鼓楼 再唱一遍鼓楼